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J2 Dependent家属 怎样单独办理豁免 以便转成其他签证身份或者办绿卡 那我们知道每年来到美国有很多访问学者 现在从中国来的可能数量比原来少一些 因为像留学基金委或者中国一些单位 要支持的公派公费的到美国 取得访问学者的J签证比以前要难一些 但是历史上还是有好多积累的用J签证到美国的 我自己曾经在NIH做过几年的博士后 NIH每年就有来自中国的很多访问学者 中国的医学院、医院、大学等等这些地方 其他的美国大学也经常有很多 也有一些人比如说用J签证来美国 他自己配偶可以到美国可以生孩子 取得美国国籍 然后也有的人比如说小孩 他是在中国出生的 然后用J签证可以把孩子用J2来到美国读公立的中小学 可以不用付学费等等 有这些benefit 另外J1签证的配偶拿J2签证还可以申请EAD来工作 用J签证来美国的人 他在豁免以前来自中国的这些人 一般他subject to two-year home country residence requirement 需要回中国完成两年服务期 是针对J1主申请人的 但是J2家属也是一样要有这样的规定 有这个限制 有一些人可以办豁免 我们也写过文章 讲到就是留学生访问学者 从J1签证到绿卡 这个流程可以怎样来办理 我们律所也有我们的同事曾经拿过J签证 然后包括有J1和J2签证的 后来取得了豁免 拿到了美国绿卡 那么豁免一般是通过叫no objection 不迟一议需要中国使领馆出具这样的信 中国使领馆一般要求这个人 比如说他要么是自费的 要么虽然在中国工作过 或者是曾经有公费支持 但是已经和中国结清关系 比如留学基金委CSC派出来读学位的 像这样的是可以的 那结清关系以后他就可以颁豁免 但是如果是CSC派出 在中国做访学的 到美国来做这个博士后 或者访问学者的 或者呢 有在中国有单位 但是中国这个单位 不肯出具结清关系的证明 等等 因为各种原因吧 有一些人呢 无法取得这个不迟一信 那或者呢 有一些人因为他自己的事业等等原因 他就回到中国去了 那J1的这个持有人回到中国了呢 那J2的持有人呢 他一般就不好直接在保持J2身份 那有的人可以再转成别的身份 那没有豁免以前呢 在美国境内比较难转 但是他可以出境 比如说然后再办F1签证啊 或者是别的签证等等 那有一些人呢 比如说他J1啊 这个持有人回到中国了 但是J2他的配偶或者孩子 还想要留在美国 或者想要办理律卡 或者办工作签证 那这样就有一个豁免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J1的持有人 已经离开美国回到中国了呢 一般他就不能够再通过 No Objection来办豁免 如果他自己在中国完成了两年服务期 并不等于他配偶和孩子 也完成了两年服务期 所以呢 配偶和孩子理论上 还是要办豁免才行 那但是如果J1已经回到中国了 那么怎么J2的持有人 怎么单独办豁免呢 一般比较难 只有几种特殊情况 如果J2的配偶和J1持有人离婚了 那么J2配偶可以单独办豁免 那如果说J1持有人如果去世 那这个J2的这个配偶啊 孩子也可以单独办豁免 还有呢 那如果是孩子呢 长到21岁以上 然后呢 他如果还在美国啊 有别的签证身份 或者不管是J1持有人是否当时在美国吧 如果这个J2的家属孩子已经超过21岁 已经independent 那么他也可以单独申请豁免 那要independent怎么证明呢 那比如说我已经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啊 或者说我虽然在上学 但是呢 在financial方面也已经自立了啊 等等 可以提供这些方面的证据 那办理豁免呢 像这种情况就不需要经过中国使领馆了 就可以直接向美国国务院来申请啊 但是呢 那你也要有一个申请的理由 我为什么要办豁免 要么我要转成工作签证身份 或者我要办旅卡等等啊 那有相应的解释 对应的证据 所以呢 这个J2签证身份的人 像这种几种limited的特殊情况下 也可以单独办理豁免 所以有的人如果说用J1访问学者 带孩子来美国 比如先读这个中小学 然后呢 J2呢 21岁以前也可以保持dependent的身份 读大学 21岁以后呢 就可以考虑办了豁免 然后转成F1签证 或者H1B工作签证 或者说直接办绿卡等等啊 那也有这些选项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的是J1签证的家属 怎样单独办理豁免 好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